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添加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切换用户命令SU 这两个命令都不难 先来看第一个命令 UCDL UCDL的作用是删除用户 这条命令一般情况下都要加-R选项 它的作用是删除某一个用户的同时 把它的加目录也连带删掉 我们都知道 添加一个用户 它会在HOME下建立一个 跟用户名相同的目录 作为这个用户目录的加目录 那也就说 我添加了浪普用户 在HOME下就会有一个浪普目录 作为浪普用户的加目录 那我如果把浪普用户删掉 如果没有把它的加目录删掉 这个目录就会变成是一个 没有所有者的垃圾力量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手工去来删掉目录 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所以一般情况下 在删除用户的时候 都要加-R选项 它的作用是删用户的同时 把加目录删掉 我们来试试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当前系统当中 已经有了浪普用户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幽测基研了-R 后面加用户名 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查看PASUR的文件 刚刚这个用户就已经消失了 CG到HOME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哎 刚刚的这个浪普的加目录 也就会消失 好 这条命令就是 不过啊 在上课的时候 经常有学员问超哥 说超哥 既然用户是把他的相关信息 写入了这些相关的文件 哎 用户信息文件 引子文件 组信息文件 组引子文件 用户的邮箱和加目录 当然还有一个SKEL 这个模板目录 这样七个位置 那我能不能不用UZI的命令 而手工去修改这几个文件 也是否可以添加一个用户呢 当然是没有问题 这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们说 UZI实际上就是修改了这几个文件 不过 我们不演示手工添加 而演示一下手工删除 为啥 手工添加太麻烦了 比如说 在SHAD文件里面 我们要先算出来这个用户的密码值 再把它拷贝进去 才可以得到密码传 这样的话太麻烦 我们只是为了演示说 UZI和UZL实际上最终操作的就是这几个文件 所以我们演示删除用户 跟添加用户 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只是添加呢 更简单 删除呢 更简单一点 那我们要干嘛 我们需要手工 把这个 这几个文件当中 跟一个普通用户相关的信息把它删掉 比如说 我现在重新创建一个用户 UZI 给它设个密码 UZI 我现在要做的是 不再用UZL 把这个用户删掉 而是用手工修改这几个文件的方式把它删掉 怎么来验证这个用户是否完整删除呢 很简单 再签一下这个用户 如果他报错 说这个用户已经存在 那这个用户就没有删干净 那如果不报这个错 他能正常的添加 就证明我已经把它完整的删除了 那为什么需要这么做 哎 我们用UZL来删多方便 干嘛要这样啊 哎 其实我说我们并没有说要求大家非要这么删 我们讲这个的目的只是为了掩饰告诉大家 UZI的命令和UZL命令归根结底操作的就是这几个文件 哎 呃 如果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真的要添加和删除这个用户的话 我们还是直接使用UZL命令和UZL命令 而不会直接去修改这几个文件 我们这里只是为了教学啊 那好 说明完了我们要干嘛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首先要做的就是 为了 这个文件是一个指读文件 所以需要强制保存退出 接下来呢 需要删除组的信息文件和组的引擎文件当中的数据 VM UTC下来 Groove 往下拉 找到UZ1删掉这一行 保存就出 再去修改组的杀毒文件 找到UZ1这一行 把它删掉 同样是指读文件 所以需要强制保存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去删 它的邮箱和我们的加勿 在这个例子里是浪费用户 今天我们举例用的UZ1一样的 把它删掉 挖下 Spot一下 挖下我们的UZ1 然后呢 删除Home下的加勿 UZ1 好了 把这六个位置当中的所有的内容都删掉之后 其实就相当于我执行的一件 UZ1 把这个用户的相关信息 其实就会全都删除 好 我们试试 这个时候再添加这个用户 UZ1 哎 没有报错了 就证明刚刚修改了这几个文件 实际上就把这个用户已经完整删除了 当然 我们说 如果一个用户不设密码 它是不能正常登录的 所以给它设一个密码 这就是UZ的DL删除用户的方式 讲这个手工删除 只是为了让大家理解 我们执行操作 实际上操作的就是这六个文件 但是并不需要大家手工来删 好了 来讲第二个命令 ID ID命令的作用是查询这个用户的所有这个UID 用户ID 初始组的ID和它还在哪些组当中 这个命令非常简单 那现在这个UZ1只在UZ1组 所以两个看的是一样 那我们用UZMOD-大G 把UZ1用户加到root组里 这个时候我再去用ID来查 就会发现 UZ1用户既属于UZ1组 也属于root组 这就是ID的组 非常简单 就查看用户的这个 组合和这个用户的UID和GID的信息 命令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用户身份切换SU命令 这个命令啊 我们很多同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问题 报错 那我们现在我先来用UZ1来登录 我不再是用root直接了 我而是用UZ1输入它的密码登录 这个时候我确定是UZ1 如果我要切换成root 它是这样的 SU控格加用户名 就这么简单 输入root的密码 123456 好了 看齐是符 我已经变成了警号 而且呼MI 我已经是root 看起来很美 实际上 为什么我说在论坛当中绝大多数报错 都是因为你的SU命令是这么执行的 原因 我们执行下ENV的问题 ENV是查看这个用户的环境变量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环境变量呢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用户所当前操作的环境 我们Windows的环境呢 可能就是图形界面 分辨率 什么背景图像 桌面的这个图标 但是我们Linux呢 他主要指的就是我的一些相关的操作的这些环境 比如说当前的登陆是用户是谁啊 当前的加木路是谁 这个环境变量 我们在12边境当中会详细讲 这里我们只是让你看一眼这个 看回车了 他系统识别为我当前的登陆用户是谁 是UZ1看到了吗 我明明已经切换成了入台 再来看 我的油箱是UZ1的油箱 我的加木路还是UZ1的 加木路 各位 这个东西简直是不能理解 为什么 我已经切换为了入台 为什么我看起来还是UZ1 原因很简单 你的S用命令 敲错了 或者说没有敲全 S用命令正常敲的时候 中间这个减号选项 坚决不能舍 他的意思是说从一个用户切换成另外一个用户的同时 连带用户的环境变量一起切换 因为我们刚刚在切换的时候 没有加这个简单 所以我虽然一部分切换成为了入台 但是我的一部分的另外一部分还是又进入 变成了什么 虽然我的身已经回到家里 但是我的心还在兄弟联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什么 我们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一些报线 我们说绝大多数在这个 兄弟联论坛上提出了这个提问 说我怎么会报件案的错误 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超哥在这里给大家复习 大家注意 切换用户的时候 我们ESIT 退回到UZ1 一定要加减号 后面加用 减号是独立选项 它的左右两侧都有空格 它的意思是 切换成另外一个用户的同时 连带用户的操作环境 一块切换 这个时候 看密码 然后再去ENV 才会发现 看PWD 当前这些用户身份 才可以完整的切换过 这就是ICU命令 最容易犯的这个错误的位置 提醒大家 一个用户切换成另外一个用户 中间这个减号是坚决不能上来的 好了 这就是ICU 非常简单 小心 从超级 普通用户切换为超级用户 它需要输入超级用户的密码 但是我如果从超级用户 切换为普通用户 你会发现 直接就会切换下去 这是符合逻辑的 那也就是说 超级用户切换普通用户 不需要密码 普通用户切换成超级用户 或者普通用户切换成为其他普通用户 都是需要输入正确的密码的 这就是ICU命令最基本的用法 ICU后面加空格 后面加减号 加用户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我没有切换成root 用-c选项干嘛 暂时性的调用root身份 来执行每一个某一个 只有root管理员可以执行命令 比如说 用户的命令 签加用户的命令 只有管理员可以用 那我不想切成root 我只是想借用root身份 执行一次这样的命令 这个时候 就会执行这样的格式 看 做减号root 它的作用是切换成root 但是如果加个-c 后面加命令名 它的作用就是 不切换用户身份 但是呢 执行一个用户的命令 那也就是双 我们演示一下 我现在是user1 做-root -c 执行命令 user add user3 签加一个不存在的用户 输入root的密码 123456 看其实幅 其实我还是user1 但是呢 我们查一下 etc下的password 你们就会发现 user3 这个用户 其实已经参加 这就是 我们的宿命令 第二个用户 不切换用户身份 但是调用root用户 去参加一个 其他的用户 或者说执行一遍 只有root用户 可以执行 很多用户 在学习这个条命令的时候 宿命令的时候 都会有 尤其初选者 都会有个感觉 这是不是就是破解用户密码 我是不是可以黑别的 其实我们说不是 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 是要求你在知道root的密码 那也就是说 你其实是有官员呈现的 才可以执行宿命令 那所以说 它跟我们的黑客攻击等等 这些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Linux 我们说 如果要做黑客攻击 Linux是最好的一个成功 那要想讲这些内容呢 我们得把基础的知识都学完 学会才可以去讲更多的内容 现在不说累了 好了 本章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本章 我们讲了用户管理命令的 最后的三个命令 用户删除命令 查看用户删除了 查看用户的ID信息 还有签换用户 这个SU 那本章我们就把用户管理命令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总共讲了 签加用户命令 用户 设置用户的密码命令 PASS WG 修改用户信息的命令 用户 mode 修改用户密码状态的命令 查识 那个 删除用户的命令 又再进行了 查看用户ID号的命令 ID 和签换用户命令 SU 讲了这样一些 那这节课 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 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新转Linux 微信公司资料 你就可以找到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